台南牛肉湯是現在台南市的新興美食 它的湯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秘方 但至少都要熬8個小時 10個小時 那身為台南市市長 前任的台南市市長 我不講一下台南市的美食好像有虧直手 最近我看到日本一個節目 在行銷台灣什麼美食 夜市美食 大腸包小腸 他認為 這是台灣人喜愛的美食 日本人也會喜愛 所以他們在電視上特別介紹 大腸包小腸 你看看 我相信 那個節目很知名 我看了之後 很感動 也很感謝日本 一定有很多日本人來到台灣 就要吃大腸包小腸 那身為台南市市長 前任的台南市市長 剛剛 剛剛思議有說 也許我會介紹我的美食地圖 所以我不講一下台南市的美食好像有虧直手 我講一個就好 就是剛剛 剛剛這個李孟宴 部長有提到的台南的牛肉湯 台南牛肉湯是現在台南市的新興美食 過去大概記得就是 瓜茶飯 蛋仔麵 碗粿 其他的這個 我先介紹一個 台南市的這個牛肉湯 為什麼知名 常常都是大排長龍 原因是因為一頭牛 只有15%的肉可以做清燙牛肉 第二個它是溫體牛肉 第三個它的湯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蜜蜂 但至少 都要熬8個小時 10個小時 所以它是台南這 十幾年來獨特的一個美食 我們要每一個縣市 都要把它的美食 或是觀光的亮點 把它突顯出來 這樣喔 來打造 國內的旅遊 也可以有 國外旅遊的效果